大家好,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脆皮糖糕的制作方法 看着就很有食欲,按照我们这种方法炸出来的糖糕 不破皮,不溜糖,还不塌险,每一个都酥脆掉渣渣 放三天再吃也不会硬,做法简单易学 下面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盆中准备500克,也就是一斤面粉 放入20克棉白糖 放入白糖,使我们炸出来的糖糕颜色好看 周围的炒拌均匀 倒入900克120度刚烧开的开水 用四根筷子迅速搅拌均匀 我们一定要用开水煎来烫面 大家先收藏起来,按照这个比例 活出来的面是刚刚好的 一直把它搅到像这样里面没有干面粉为止 用筷子扒开,把面晾凉 这时候我们的烫面放凉了 手上蘸点食用油 下手把它活成面团 这样再活到时候就不会粘手了 把面团揉匀揉光 面团揉光之后 用手从中间发个凹槽 然后上面倒入20克面粉 下来碗中倒入20克清水 10克花生油 倒在面粉中 搅拌均匀 这一步起到一个油酥的作用 才能使我们炸出来的糖糕外皮酥脆 里面渲软 这种做法简单 可是我开了20年早餐店的经验 心手看一遍,一次也能做成功 抹匀之后 用手再把它和成面团 把生面粉和熟面粉完全融合到一起 糖糕扎出来好吃 关键在于和面 最后把它揉成一个光滑均匀的软面团 上面盖上一层保鲜膜 把面松弛20分钟 准备一个漂亮的碗 开始来调汤馅 倒入30克棉白糖 20克干面粉 多倒一点我们刚刚炒熟的芝麻 炒拌均匀 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案板上抹一层食用油 把熄好的面团放到案板上 搓成长条 搓好之后 把它切成大约50克的面剂子 取出一个剂子 把它揉均匀 再弹成一个圆形 搓好之后 用手从中间把它捏个小锅锅 捏好之后 放入一勺我们调好的汤馅 再用手的虎口 轻轻的往里面收口 最后把多余的面鱼揪掉 再用手按一下 再放到手心里面 两边按一按 把它按扁 好了 下这样一个糖糕生配就做好了 我们这样做的糖糕 不破皮 不流糖 接下来锅中油烧至五成热 改为中火 把糖糕一个一个的下进来 下进来之后 用筷子从下面焯动一下 以免粘锅糊底 先把底面炸至定型 趁它不注意的时候 把它翻过来 糖糕炸至漂浮起来 用筷子多翻弄几次 让它受热均匀 糖糕炸出来非常的饱满 颜色均匀一致又好看 大家看一下我们炸的糖糕 个个圆鼓鼓的 一点都不破皮 不流糖 一直把它炸至 颜色金黄 表皮酥脆 这时候用漏勺把它捞出 大家看一下 这个颜色漂亮吗 表面金黄酥脆 看着就很用食欲 第二锅也炸至颜色金黄 捞出控油 倒在一个黑色的盘中 当场桌一家人 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看一下 糖糕的外皮 酥脆掉渣 里面非常的鲜软 不流糖 每一个外皮都非常的酥脆 保整各个空心 喜欢的朋友 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亲手一次也能做成功 学会就可以开店 做法简单 好了 今天为大家分享 炸糖糕的方法就到这里了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的帮助 记得关注留言转发出去 非常感谢江人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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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